一个女人,骨子里有这几个特征,说明她格局大,很不简单。我们时常走在路上,一山一水,一朝一暮,所欲皆有惊喜,其实,生活是一片废墟,还是一处风景,取决于你的格局,格局大的女人,懂得掌握自己的命运,经营自己的生活,走向更好的人生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勇敢,是力量,古语说,蒲草任如斯,磐石无转移。女人温柔似水,染水能低时穿,以柔克刚,才女苏雪林,出生于在民国时期,从小,她便受到家中的封建思想的迫害。 她的祖母,以女子无才便适得为由,不让苏雪林去念书,可她偏不受屈服,偷偷跟着自己的兄弟,去往私塾,读书识字,世俗的压力,迫使她在规定好的条条框框中生活,这让她难以忍受。 于是苏雪林开始反击,不顾他人的眼光,选择去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,一个人之身奔赴他国,即便不通的语言,陌生的环境都不曾打败她。 她学习着新思想,勇敢地反抗封建和传统的包办婚姻,去冲破家中的束缚,极力追求自己的婚姻自由和求知之路,苏雪林怀着理想。 以笔为武器,唤醒了沉睡的新思想,打开了自由的道路,毕书敏说过,女人能在人生的高处平栏望风景,也能在低谷时蓄力奋发。 有时候,阻挡你的并不是巨石,而是不堪一击的碎纸片,只有向前,走进深处,才能知晓未来的路如何转弯,相信自己的力量。 无论现实有多糟糕,那一份冲劲依旧不会消失殆尽,努力去成为自己的英雄,突破自己的恐惧,体会勇敢的魅力,重生自我,才能立于不败之地,做勇敢的女人。 世间万物阻挡,仍不屈不挠,不言苦不言弃。 自信,是底气,作家萧红曾说过,女性的天空是低的,羽翼是薄的,而身上背负的却是沉重的。 一个女性时常软弱,见到优秀的人,自卑无促,低下头自顾失落与羞愧,于是,在生活中迷失自己,摸不到前方。 一个人,要敢于接受自己的糟糕与破碎,要看到身上的明媚,广西一位女孩罗亦兰,左眼意外失明。 她担心自己的长相会遭受别人的另眼,便将刘海遮盖住自己的左眼,自卑感让她不愿见人,生活上一直独来独往,愈发安静。 爷爷奶奶不愿看自己的孙女陷入无尽的痛苦中,便教她书法。 一个人的时候,罗亦兰就拿出书法练习册,一笔一画,书写着她的人生,练习册在慢慢变薄,她的自信也缓缓而来。 在反复的笔墨下,她的书法作品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,每逢新春佳节,总有人上门向她订购对联。 罗亦兰说,每次自己写的对联挂在大家的门上时,就觉得自己在放光芒。 最后,她也如愿成为一名书法老师,刘海也早已被干练的中分所代替。 罗亦兰就这样在自己的书法天地中绽放属于她的光芒,很喜欢作家艺书的一段话。 她不告诉人,她读过什么书,去过什么地方,有多少件衣裳,买过什么珠宝,因为她没有自卑感。 自信是一个女人的底气,很多时候,我们的成功无需别人来评判,无条件相信自己。 不完美有时比完美更让人深刻,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,使人骄傲一时,唯有自信,才是永不凋谢的花。 自信而自由,内心无束缚,才能无所惧怕,挣脱枷锁,于世间徜徉,给自己一点时间多看书,滋养内涵。 多交点朋友,向阳而生,做自信的女人,把自己活成一束光,温暖明媚,自信而坦荡,才是真正的格局。 态度,是能力,看过一个问题,一个女人最应该拥有的能力是什么? 得到高赞的一个回答是,能享受最好的,也能承受最坏的。 换言之,女人遇事的态度决定了自己会成为不同类型的人,真正能够过一生的女人,未必一路顺风顺水,反而是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,非常重要。 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,想要看清一个女人,就看她面临坎坷与成功时的态度,一目了然。 那些真正靠谱,做事放心,值得信赖的女人,往往都会拥有一个好心态,在自己最好的时候不洗行余色,不炫耀显摆,在自己不如意的时候不忘初心,砥砺前行,真正能够做到享受最好的,也能承受最坏的。 但是,有些女人平时不险山不露水,但是一旦拥有一些东西时,就会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,甚至觉得自己高人一等,看不起人。 也有些女人总是认为自己不如别人,拿着别人的标准要求自己,看不见自己拥有的美好,在不如意的环境中哀声叹气。 有句话说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 每个人的命运不会一成不变,而是在变化中不断改变,自己想要活得漂亮,就应该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,不管遭遇什么样的改变,都能够荣辱不惊,悲喜不乱,才能过好自己的一生尺度。 看底线,一个女人,不管什么时候,也不管什么年纪,自己身上最大的魅力不是外表,而是能够坚守底线,当你拥有了底线,也就是具备了向人拒绝的标准,更可以让自己活得顶天立地,坦坦荡荡。 有些女人执迷于金钱,为了拥有更多,除了不择手段,更是完全没有底线,以为只要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,其他一概都可以舍弃。 不料,最可怕的是,当自己没有底线时,往往就会失去做人的界限与尊严,只要有人拿出更高的筹码,就会任意摆布自己,或者是让自己陷入到精心布置的陷阱中。 失去更多,当自己没有了底线时,往往也就失去了好好生活的底线,自己往往也失去了说不的能力,彻底沦为别人操纵的一颗棋子。 有些女人没有底线,在感情上完全依赖男人,以为这样的付出,就能换来对方的珍惜。 没想到,自己的一次次妥协与忍让,反而成为男人不珍惜的借口与理由,让自己失去了平等对待的机会,也成为失去幸福的开始。 相反,做事越是有尺度,有底线的女人,越清楚内心想要的是什么。 更明白人与人相处,是平等与尊重,自己选择了无尽的退让。 只会让对方认为拥有太过容易,反而不会好好珍惜,只有心中有底线,才会让自己在人生之路上,不会因为诱惑迷失自己,更不会因为一时的错误悔恨莫及, 只有心中有底线,才会保持自己的自尊与独立,让对方看重彼此的相处,而不是任其摆布,从来不顾及自己的感受,眼界格局,看作事。 网上有个热议话题,一个女人最靠谱的能力是什么? 其中有个高赞回答,有眼界,能抗事。 所谓能抗事,就是遇事不逃避,虽千万人无往矣,难事不抱怨。 临大难而不惧,做事想在前,无将上下而求索,这样的女人,不仅让人放心,更令人动心。 前几天,超级演说家刘圆圆在网上分享了她要为一位女员工买房的故事,这个女员工的学历、智力、情商都不是公司最高的, 但她却深得器重,因为别人只做分类事,唯有她站在公司的视角,全局考虑。 公司招了一批新人,她早已带领员工熟悉了工作流程,并排好了值班表,选择新产品。 没等吩咐,她已按公司的习惯和做法,提前把产品的材质、数量、价格、市场销量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。 欲有大型直播任务,她也从不懈怠,而是干尽十足地说,可以,来吧,干,正因为她能抗事,特别让人放心,才让领导有了为她买套房的想法,领导说不是公司特别有钱,而是她真的有眼界,很值得。 的确,人与人之间,最重要的便是信任,而信任来自于对彼此的放心,那些做事让人放心的女人,往往也是有担当,有眼界,有格局的靠谱之人。 正如作家狄更斯所说,世界上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,都不是庸庸碌碌之徒,让人放心的女人,才能尽得人心,形成更卓越的人格魅力,扛得注视的女人。 才能越走越顺,建立更辽阔的生命格局,边界品性,看底线,经历越多,越发觉得,女人最顶级的魅力,不是金钱美貌,而是坚守底线的品性,就像于要有根骨,术要有主干,心中有刚骨的女人,才能遇见顶天立地的字以《我的一个世纪》。 中,讲述了民国女子董竹军的传奇一生,董竹军小时卖以轻楼,但他从不奴言必息,而是不卑不亢,坚持卖以不卖身,后来,与四川都军夏之时相恋,董竹军宁愿自己,跳窗求自由,也不愿花对方一个铜板为他赎身,他说我不是一件东西,免得日后吵架,你说我是你买回来的,不平等。 婚后,夏之时因职场失忆,意志消沉,经常辱骂他,还会虐待女儿,董竹军义无反顾地净身出户,独自带着四个女儿去上海打拼,他告诫女儿如果在荣华富贵和尊严之间选择,我绝不会为了一张长期饭票出卖自己的灵魂。 后来抗战开始,在紧张的时局下,董竹军苦苦支撑着锦江饭店的运营,当时有个有权势的人,虽家有老婆。 而女成行,但看中了董竹军的才干和美貌,想用权势威逼他就范,董竹军宁愿自己艰苦正耻,也不愿迎合权贵,养人鼻息,他巧妙地拒绝道,你深知我的身世,要我成为美眷可以,但你必须先离婚,我不做小老婆。 因为他始终温和地坚持这一底线,最后张艺书只好知难而退,再也不来刁难他,而董竹军有骨气,恪守自尊的品性传开后,更是让很多人钦佩,作家冯继才说,一个人只有守住底线,才能获得成功的自我与成功的人生。 底线 不仅是一个女人做人做事的根基,更是为人处事的界限,正所谓,君子有所为,有所不为。 心中有耻,守住底线的女人,才能无愧于心间尊严,行事有度,不越界限的女人,才能久利于世而收获圆满,自律,是动力,少有人走的路中写道,有规划的人在奔跑,没规划的人在流浪。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,每个人都想站在高处,去俯瞰人间,可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,需要付出代价,或是时间,或是精力,每一个优秀的背影,在你看不见之处。 都在默默耕耘,董卿出口成章的气质,成功的人生,便是来自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断坚持,在他身上,富有诗书气自华,是体现的如此的真切。 董卿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,从小在父亲的魔鬼教育下成长,三岁,念书,读古诗,七岁,抄书,背诗词,每到寒暑假,父母便列出一大堆书籍,要求董卿写感想。 父亲不让他照镜子,只说把时间留给更有意义的是,他的房间只有书本,每天晚上,安静地看完书才睡觉,董卿的书香气质并非天生,而是在日复一日中之中,不断休养。 诚如他所说的,自律是一种态度,也是一种习惯,同时对自己负责。 你自律的程度,成就你人生的高度,自控力太差的女人,浑浑噩噩,终日得过且过,被生活反复凌辱,到头来,苍老了面容,丢掉了健康,丧失了涵养,人生在世,一个女人空有皮囊,并不算本事,为丰满的灵魂惊艳他人, 管理好自己,不被诱惑迷失了眼,在人生的道路上行稳致远,做自律的女人,清醒而独立,明白自己想要什么,掌控自己的人生,活出别样精彩,一个女人想要活得风生水起。 绝对不是随波逐流,而是心中有态度,眼睛有光,如此才能遇事不慌,做事有底线,哪怕做一颗星星,也要有棱有角,闪闪发光,看清一个女人,就是看她遇事的态度,就是看她心中是否有底线, 这两点也决定了她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,是否能够过好自己的一生,作家于秋雨说,人生的路,靠自己一步一步去走,真正能保护你的,是你自己的人生选择。 当你用荣辱不惊的心态观世界,一路上的风风雨雨,皆会化作人生路上的风景,当你拥有底线的态度与人交往,困惑与纠结,也会为你让路,人生才会清醒,值得,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